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晴看世界 我们在台湾关心这个总统大选 但你知道吗 现在在日本炸锅的是什么 就是岸田文雄把自民党的重大派系都解散了 那这里面解散的过程当中 有岸田派 而且呢还有安倍派 但问题是麻省派说我不要解散呢 我不要解散呢 那未来的话到底谁当家呢 是岸田文雄整个打散之后 他会当leader 还是麻省泰兰会变成是kingmaker 整个日本的这个局势啊 全世界也都在看 那另外我们讲到这点 还要看到以哈之间的问题 以哈要告诉大家 不是只有以色列的问题了 以色列最近有个攻击啊 他打到了叙利亚 就叙利亚里面呢 有重大的三个将军级的人士死亡 这里面扯到是什么 扯到了俄罗斯 又扯到了黎巴嫩 所以现在美国跟中国 全部都卷进到了 这整个的中东情势当中 当然另外在国内的部分 我们要看呢 当然看的立法院龙头了 立法院龙头之争 可是呢 这个王毅川 在对上韩国瑜 他怎么讲呢 我们也要看到的 就是这个 引发大家瞩目的 贺龙的夜夜秀 这个情形不是这么单纯的 这情形又扯到了 所谓的中国的栽培 所谓特务单位 或特工单位的学校 这事情真的变得很复杂 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呢 逐一跟大家来讨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郑子珍 郑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淡江大学 中国大陆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洪耀南洪老师 雅琴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 黄畅夏 畅夏哥 雅琴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呢 跟日本非常的熟悉 我们也注意到 日本现在贬值到什么地步 我们去玩 很好 但是你知道 现在日本的状况 它可以说 过去曾经有过一次 1989年的时候 很多年前了 有过一次派系的大解散 但这次的大解散 真的是蛮严重的 这次你可以看到 那未来的日本政坛 会变成如何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岸田解散了派系 六大派系当中 已经有四个派系解散了 连安倍派也在这当中 但是安倍昭惠 心里觉得 不是那么的愉快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源头就是在于 我们讲到说 上次不是讲到 这个政治现金的问题吗 政治现金的问题当中 他们有的就被约谈 有的会被列为被告 所以他不得不解散 但没有法律规定 他要解散 但是他们觉得 他必须要解散 才能够重申 你看岸田文雄 他就说了 他19号就宣布 为了挽回政治的信赖 他必须解散岸田派 解散之后呢 二阶俊博的 二阶派领袖说 我也必须要解散 他就跟进了 然后在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 安倍派也有代表在这里 安倍也是同意解散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这里面 为什么他们要解散 安倍派呢 他有逮捕了 议员 池田跟秘书 岸田派没有人逮捕 但是起诉的部分 安倍派有两大的议员 包括了大爷跟谷川 他们两个也退党 他们是起诉 然后呢 岸田派有起诉了 会计负责人 二阶派有起诉了 会计负责人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 这么一个解散的动作 但是大家都会问嘛 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这样子安田文雄 是不是趁机把一些最大的派法 是安倍派 我把你解散以后 我就有机会 我可能重新做我的事例啊 第二个 就是是不是 他们全部都散掉了 就剩下麻生太郎 我想问一下 郑老师 你怎么看 这个部分解散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样一个状况呢 就是说如果到今天截止的话 其实 自民党内部的六大派法 基本上只剩下两个派法 还宣称不解散 就是麻生派跟茂木派 那因为他们认为说 我无缘无故为什么要被解散 我也没有人被约谈 对 所以 而且这两个派法是 自民党内 又一句第二跟第三大的派法 你无缘无故要解散我们 其实是 你要让我如何去 面对我自己一个组织 不过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到说 因为有些人被逮捕了嘛 那 安田现在是想做的是说 他要明确去区分 所谓派法跟政策集团 就是说 派法本身它是一个 自民党内一个 私人性的一个集会 可是政策集团是因为 那他一开始就会登记的一个 很明确的 为了政策而执行的一个活动 所以他现在把它 就是把它单纯化说 那派法引发这些政治先进 我们把它抽离 所以派法不存在 但是呢 这些不管六大派 不管他是否解散与否 你必须还是要朝向一个 很单纯的一个政策 制定一个方向 可是他是不是就是说 你刚刚把它就是 会不会有点换汤不换药 我本来是派法 什么派什么派 我现在说我解散了 然后我又按照这个 来给你一个什么政策会 就像是之前讲 洪池会什么会 就换个名字 是这样吗 那到时候会改变的幅度大吗 还是说他可以借此机会 我发现安倍 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leader 我就把安倍派一些人 拉过来我这里 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 没错 那你可以看到 我给他补充一下 安倍派他是最大的一个派法 他有多少 他有94席 然后呢再来看 岸田只有43席 另外呢像不想要解散的 就是茂木派53席 还有呢呼声很高的麻生派53席 他们两个都53席 那二阶派也解散是44席 那我们说呢 在礼拜四加入解散的是 泰山派 深山派他是7席 就很小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才会引发 我们讲到说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麻生还有茂木 他们都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 你可以看到 麻生跟茂木说 我支持你啊 我支持你这个岸田文雄 你们虽然有人拿了钱怎么样 没有关系 我支持你 可是岸田没有告诉他们 就直接宣布 所谓的派系解散了 那他们的说法就讲说 你没有道理要解散派系啊 所以我要继续运作啊 然后一讲完就直接告诉记者 所以日本的时事通讯报导说 这个党内的第二第三大的派法啊 就是说麻生派 还有茂木派 他根本就说 你没有告诉我就解散 所以我就是不解散 那这样子会造成什么样一个演变的情势啊 比如说现在 变成 麻生现在是一个 安倍派如果解散之后呢 麻生派变成 自民党内最大派法之后呢 那他要巩固他的一个 还是要提出他一个 未来可能总理的候选人的时候 他其实在跟内部已经有一个主流 跟非主流一个对抗的关系存在 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把岸田拉下来 所以如果岸田9月党主席选举的时候呢 如果他没有办法持续 那麻生派这边要派谁出于代表 做一个候选人 或党主席可能性 跟一个现在是监 就之前担任内阁总理的监议委 他们现在在互相争取的是 安倍派可能会离党出来的人 然后作为他们的一个带领的角色之后呢 把安倍派的人数呢 再拉近这些 不管是否存在或不存在的一个派系当中 是感觉起来是非常复杂 对不对 所以你的意思说 我们大家就想到说 麻生太郎他已经83岁 他怎么样当首相 他不是要当首相 他要当幕后的那个 kingmaker 造王者 那所以就在于说 他是不是我就是支持你 就是麻生派 我要不要支持你岸田文雄啊 我支持你你就可以当 我不支持你就可以 就不能当对不对 洪老师 基本上是牵涉到他的选举制度啦 因为这个总裁选举主要 他要有国会议员20个人联署 所以你要一定要找到固定的派系支持 你知道有办法联署吗 你如果是没有派法的 你没办法选总裁 是党主席嘛 对 那所以这制度上就是一定要有一群人 那这群人在协调的时候 因为有派系 所以很快我要支持写 就大佬讲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协商 他的形式有点像 一个联合内阁的概念 联合执政的概念 这几个派法都在联合执政团体里面 所以说基本上如果你解散之后 在未来重组就比较 变数就比较多 变数就比较多 就是说你没办法耶稣这些团演 你没办法耶稣这些团演 比如说上次跟岸田选的 那个河野太郎 他是身份很高 数位大叔 河野太郎 他在党内的民调是最高的 对 而且在党人的支持度也最高 对 但是他在国会议演的席次 他的派系 因为那个马生没有支持他 他原来是第二派系 马生没有支持他 你看 他马生没有支持他 就当演不了 对 哪怕他是第二大派系 对 只要是大佬不支持你 他就很难出现 那现在到底呼声谁比较高 我们知道呢 之前都讲到说 石破帽那些比较高 但问题是 你刚从日本回来嘛 现在日本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 不知道谁是立法院龙头那种味道吗 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吗 所以他们现在认为下一届总理候选人 必须要几个特质 第一个就是没有派法特性 第二个没有政治献金丑闻 第三个要有清新的形象 所以反而这次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听到大部分是 他们认为 说不定未来日本会出现一个女性总理 高氏早苗 不是 外务大臣上穿养子 上穿养子年纪也不小 应该是70岁 他是比较清韩派的嘛 对 但是因为 他本身就是比较 有自我的个性 而且他对于国际的处理的 对应态度也很好 所以大家反而认为说 这是要不要具有太大的 大咖的包袱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重新带领日本政治 往一个正确的路途发展 所以现在日本也在思考 就是说可能女性的首相会出来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想到谁 我就想到安倍的妻子 安倍昭惠 其实在这一次这个事件当中 他的感触是特别深刻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所谓的各派当中 安倍派他现在是解散嘛 他的席次94最多 然后岸田43 二阶44 那麻生跟茂木没有解散 他们都是53 可是这次比较特别的 就是安倍昭惠 他特别选了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 安倍派的有两席的 这个议员的那个 他等于是有接班人 一个是 等于是岸信夫的儿子 另外一个就是原来安倍的 这个地区 他也找了接班人 所以他找了接班人当中呢 他在1月20号 面对派系的解散 他就参加了安倍接班人 吉田真次 众议员的后援会 在这个后援会讲话 因为这个后援会 当时有700多人 那安倍昭惠就讲得很凯切 他说对于安倍派的解散 我内心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他希望如果解散 希望自民党能够新生蜕变 找回信赖 而在国会发生很多问题 我相信年轻的力量 可以改变日本 那这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要不要找新面孔 新面孔来当日本的首相 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安倍派他不得不散 不得不散 他很严重嘛 他有被逮捕的 被搜索的 被起诉的 这些都是他们 重量级的人士 所以他必须这么做 但是安倍昭惠的这句话 是代表他言下之意 对岸田不是很满意吗 创下 基本上11你会看到是 不管是上钻 或是现在的讲的时候 可能找个年轻的 是因为他们这些老派法 确实现在引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他们的实力 不会衰减 然后现在麻生 或是那个茂木 可能还会扩张 尸体下他们派法 会扩大到什么程度 这几个礼拜几个月 可能都在谈 但是后面呢 推出来的呢 迎武者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个 迎武者的一个竞赛 所以女性的 形象比较清新的是一个 或年轻的 看起来没什么包袱 不容易在让媒体 或民众觉得失望的 推出来 可是真正后面的话 是不是背后的五奉行 或几奉行 那恐怕是他们现在 新的一个政治的运作 你觉得像安倍家族里面 我们讲到这个 岸信夫的儿子 岸田谦信 形象也很好 才32岁 会太年轻吗 很难 我觉得很难 你觉得很难 因为他现在安倍派 都没有leader 他是一个集体领导的现象 就是说你没有 推出一个比较能够 争取首相 或是未来 比较大的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他现在还进入一个 所谓的 集体领导的阶段 你觉得 事实上其实安倍派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但大家比较少观察他 就是安倍派是延续 福田派而来的 福田康夫 福田康夫是爸爸 儿子是福田达夫 现在目前 其实也是国会议员 在安倍派里面 所以其实现在 已经有朝向说 他做一个年轻 而且又做一个 有一个继承的概念 他可能会承接起 就是说 重新改革过后的 安倍派的一个可能性 那现在大家真的觉得 麻生太郎 他真的会变成造王者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过去有说 这个3A 所谓叫3A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他现在包括了 安倍晋三 当时的这个3A一组 就安倍晋三 你可以看 安倍晋三 他的英文名字 然后甘利明呢 是阿玛里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 麻生太郎 他是阿索 对不对 阿索 所以就是3A 就他们三个 那我们知道 安倍晋三过世了 然后甘利明 他其实因为 有些金钱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 在政坛上 有什么发展 然后就麻生太郎 突然之间就飙出来 但是麻生太郎 飙出来之后 影响的层面蛮大的 因为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好像处处 要把自己做成 像安倍的这个味道 他走安倍的 第二个 他前一阵子 不知道美国去 他去接触了 川普的身边的人 好像要见川普 据说这个事情 激怒了拜登 所以呢 你看岸田文雄 本来要到美国去 跟这个 我们讲到的 拜登见面 从去年11月 拖到今年3月 然后3月又延到 说4月10号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味道 那我现在要看到的 就是真的麻生太郎 他想要做的是什么 因为呢 你可以看到 20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安倍晋三 在美国有跟川普见面 而且川普说 这个唯一能够对话的 就是安倍 那安倍过世了 所以麻生 时事通信社 就讲说 他到美国的时候 他也想办法 就是安排了 结果呢 见到了川普的亲信会面 当然没有见到川普 所以麻生 真的是想要变成 像安倍2.0的味道吗 就是说 事实上 安倍跟麻生 他们是有远方亲戚的关系 什么样的亲戚关系 就是说 他们好像是在 祖父辈 他们好像有点像 应该是那种 表兄弟之间那种关系 所以其实安倍派 跟麻生 他们其实距离没有那么遥远 那当然安倍在以前的 政治表现是很出色的 所以麻生其实现在就是说 赐于安倍派是第二大派法 可是他本身 他也以前当过日本总理 所以他在外交上面 他也有一定他的影响力 那岸田既然作为内部的一个 才第四第五派法 你就这么无视于第二派法 情况之下 那麻生当然会不太高兴吧 你觉得他会不太高兴 就不太尊重 尊重大佬啊 你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以前封工委员坐下来 然后承接好美日的关系 可是你现在这样突然说 你要去拜会这个 不管是美国哪一位人士 这样子 所以尤其是其实日本到9月 就是自民党选举之前的 没有什么重大的国际会议的 那其实岸田一直以来 想模仿安倍的路线 因为安倍在外交非常强势 可是他老是模仿不起来 然后相对现在日本 其实日本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好 那叫他能登半岛这个内政上面 所以岸田就一直想要做一些 可以让其他可以刺激 他的支持率的一个状况出来 所以他为什么要积极地去访美 可是美国自己内部 现在也在对总统大学 非常的热腾当中 所以你怎么可能再报一个 烫手善意来给我呢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派系解散的部分 派系解散的部分 其实在过去来讲 我们在台湾的想象 我们台湾也是有一些次团体或什么 可是以日本来说 我们就回到当时的这个事件 就是我们回到当时 自民党最早的这么一次 1988年的这个事情 其实那时候是1985年 也是跟钱有关 那个时候就是瑞可利事件 你知道瑞可利事件 那他算是一个 等于是人力资源 相关的一个人力资源公司 然后瑞可利的董事长呢 他就把一些股票啊 股份直接分给人家 这事情从1985年就开始了 开始之后呢 到1988年爆发出来 到后来1989年的时候 因为这里面 自民党五大派当中 除了和本派 全部都涉案 所以到最后呢 怎么办 只好就是宣布解散 而且当时解散的时候 是竹下派的会长 首相竹下登宣布解散 宣布解散以后 当然就是也换成 刚刚郑老师讲到说 可能就用一些什么政策啊 什么民意啊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小渊会三 他隔了十年以后 他说啊对不起 这个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要回到 派系的部分 所以等于到了 十年之后又回来 所以他说变成一个派系的 又复活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 岸田文雄这个会拖到 十年再复活吗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你讲 回归到政党本身的最中心 它不外乎就是 人事权力跟金钱的运作 那即使你把派法解散了 你还是要运作党内的人士 跟资金的一个调度啊 所以没有派法 你还是有人去做这些 所以即使现在形式上 六大派法全部被解散了 人还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 集团性的一个 还是一样该怎么做 怎么做还是一起的 它可能就是我们也去登记 成为一个团体 但我事实上 我就是还是那些人在活动 应该不会等到十年 因为当年瑞可利算是skandal 但是这一次没有到丑闻这么重 所以可能一下子就是 重组之后 至少到九月之后 搞不好新的首相出来了 然后可能就慢慢又复活 好那你讲到新的首相出来 重点就在于说 他现在要怎么做 对不对 而且现在我们知道 岸田文雄民调 最新的数字出来 实在蛮惊人的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UK Trade Envoy Visit Taiwan To Strengthen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UK Trade Envoy The Lord Faulkner of Worcester Richard Oliver Visit Taiwan for a week And he met with President Tsai today They discussed UK-Taiwan economic And trade collaboration He said that We start the progress That we are making And to have further exchanges On how we can boost Cooperations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President Tsai said That while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hare the value of democracy There is much room For cooperation Moreover Taiwan's first Indigent submarine Is now completed Before diving Into the submarine's topic It is important To highlight The recent Unusual military actions Conducted by China Taiwan's Defense Minister Chiu Guozhen Described these actions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highly unusual He said that The Shandong aircraft carrier Joined a training exercis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From September 12th to 13th At the same time Taiwan Presidential Office Announced that Taiwan's first Indigiously developed Submarine Name Hai Kuen Has completed Its whole And painting work It will be Officially unveiled By President Tsai On September 28th And it will enter sea trials In April 2024 We can see over here The Taiwan government The Taiwan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important Polaration of Hong Kong In the world In Taiwan's high intelligence The Taiwan government I'm Zhang Yajin Yajin Look at the world Taiwan is ri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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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is rising 全世界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现在就看说 那日本的新首相会是谁 真正的关键点就在于说 那接下来岸田的布局是什么 岸田他突然之间 就这样子宣布解散的派系 不是这么单纯的 你看到他的民调数字 他的民调数字 真的是一直往下掉 你看哦 时事通信的民调 他的支持率竟然只有10.46% 那当然我们知道呢 在之前2009年7月 麻省内阁的民调10.51% 也算是低了 独卖新闻24% 然后独卖新闻民调 这样持续的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不满意的这个部分 来到了66% 所以现在他的状况 是不是所谓的以退为进 如果他想以退文进 我们现在讲他的布局是 我把你们这些所谓大的派伐 我先把你打散 打散以后 当然你可能还是有习惯性的聚集在一起 但是我比较可以好接触 我成立新的名称 然后把他拉过来 但问题就在于说 麻省太郎 麻省太郎 他到底态度是如何 所以我们如果讲说 9月就开始要换首相 他的流程是怎样 他不用 他如果9月时间到就到 对不对 除非他要提前改选 他可能就先辞职吗 9月份如果选举是要党人投票 还要国会 那一半一半 那如果提前改选 应该是党员不用投票 对 这是国会跟 跟那个都大虎47票 就可以决定 那这个关键就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选举 他如果说是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说 除了党员 就是一般的大多数的党员之外 然后我再加上 所谓的国会议员400席 那如果你没有过半的时候 进到第二回合 就是党员都不用了 就剩下国会议员 再加47席的党代表 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表示他现在 如果说他用提前改选的方法 我就不用在乎 你是不是有所谓的很受欢迎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一些很受欢迎的人 像我们讲到石破茂 或者是河野太郎 他们都是可以说呢 在党员的支持度是高的 可是在本身国会议员当中 就没有那个power 没有那么强 那如果这样推算起来 郑老师 如果这样推算起来 等于是如果提前改选的话 河野太郎out 石破茂out 那就是谁的机会会比较大 岸田高市早苗就先 高市早苗跟岸田的话 如果是这样 他们要等到9月 就是说岸田再继续当 党主席的情况下 他就会比较希望 岸田现在也持续 他要9月之后 持续当总理的议员 但目前看来是 机会是蛮渺茫的 你是说他要提前的 他不想提前 他想要延续到9月继续当 如果他延续到9月的话 那就是都要有 党员投票也要有 可是提前对他不利 因为发动提前的可能是马申 麻申发动的话 麻申掌握的 就是所谓的国会议会当中的 那些国会议员的票数 就可以换掉党主席 换掉党主席 就等于换掉日本总理的意思 所以这个部分 那到底会造成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如果了解到 这个日本自民党的这个部分 你知道我刚刚讲 他们有一个3A嘛 3A刚刚讲到了 就是在这里面 3A的主导的造王者 甘利明 他后来呢 当时支持安倍以后 他也被任命为干事长 然后呢 麻申被任命为副总裁 那当然安倍后来是不幸过世 现在这个3A的影响力还在吗 比如说安倍的话 他现在因为五个议员 他因为都被这个政治先行起诉了 所以他开始比较 主要像迪森田光一 还有一个士庚康宏 是不是 然后他们可能就开始 去西瓜挖大伯 然后就是可能开始 投靠这种麻申派 或是茂木派等等 这种情况之下 那其他的人的话 可能就是说 他会持续留在安倍里面 去做一个重新改组过后的再出发 那当然麻申 他想还是要巩固 他自己本身在自民党内 最大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对于跟我们台湾之间的 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像说日华肯谈会的谷乌龟司 或相关的部分 大桥光夫这些 应该不会受到自民党本身 这种所谓派系的影响 我认为是不会 因为岸田本身 过去他也是比较说 对国防上比较亲国防 重经济发展的 上台也没有改变 所以说相对 我觉得他们现在外交形势 这个架构已经形成 那当然他们现在面对问题 从安倍以来 面对都是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 所以说他国际可能不错 但是在国内的经济的分配 是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们制度都越来越低 那我们讲到这个 大家刚刚郑老师有讲到说 可能是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我们讲这个外务大臣 就是像我们的外交部长 也就是上川扬子 可是原本来讲 所有的民调来讲 都几乎就是石破茂 他是领先的 那石破茂你觉得他不可能 是因为他在国会议员本身 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那是为什么 就是说他个人的个性 或是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就是觉得他就是我行我素 那种味道存在 所以就变成说 他其实虽然非常欺民 但对于自民党派法那套路线 他其实没有那么的适应 所以这十年来 其实一直有呼声说 应该选他出来 但就是出不了线 他不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在自民党改革派吗 而且他一直在选 都是第一轮很不错 到第二轮就没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的这个部分 美国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讲到 这个是共同社的 自民党的总裁的民调 如果以这张数字来讲 大家会觉得非常surprise 为什么呢 你看第一的就是石破帽 小泉晋次郎 河野太郎 高市早苗 高市早苗是安倍的 算子弟兵 上穿羊子只有5.9% 岸田文雄更低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来讲 是不是可能未来的 可能的possible的人 要不就是麻生支持岸田文雄 或者是就上穿羊子出来 因为你看看这个表格 最没有派法色彩 就是上穿羊子 然后高市早 背后就可以共治 背后就可以共治 然后背后就可以上下几手 高市早苗应该是最没有机会的 高市早苗应该是最没有机会的 他在极右派了 而且如果他推荐他 一定要20位国会议员 推荐他才行 所以他如果是 他虽然是安倍的 号称安倍子弟兵 但如果没有明确20位的议员 去支持他 推荐他成为总理候选 他也上不了台 上一次差点拿不到入场券 是安倍的操作之下 所以我们现在几乎 有一点些微的共识 要不就上穿羊子 要不就是岸田文雄继续做 那岸田文雄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看 他给麻生太郎什么东西 那一般来讲 交换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进广告回来 看到日本政坛的交换之外 还要看到的 现在更大的一个事情发生的 就是现在 以色列叙利亚 把美国跟中国 全部都拖了进去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知道呢 麻生太郎 他的这个野心是蛮大 回到这里 我刚刚就有讲到说 麻生太郎 他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接触了川普身边的人 想要见面 然后在这里呢 当然呢 他对外的说法 岸田派的说法是说 岸田文雄说 很好啊 对不对 可以帮这个 美日之间关系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呢 根据了解 岸田派就说 我们并没有叫他去见川普 但是这个就很奇怪了 因为他不承认嘛 他如果承认的话 可能拜登不高兴 所以大家不知道 所以大家不知道 到底是他真的是 麻生自己就是 想着要去找这个川普 还是岸田叫他去 不能承认 创夏哥怎么看 我觉得是 麻生不会完全的 听了岸田的指示才去 而是他自己想做一些事 然后另外一个 那当然拜登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川普11月15号审判日 这是国际上讲的 11月15号审判日 各国都已经成立了 川普当选硬边小组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 现在这个呼声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因为其实连纽约时报都看出来 海力还在挡嘛 但是川普看起来共和党 共和党就是他 就是他了 然后呢今天的时候 日本还有个政论前幕在讨论 面对拜登的时候 30亿的人对他满意 56对他的经济不满意 对 所以拜登的压力很大 你这个时候 那实际上讲 其实在国际上 这政治上叫提前压保 是啊 那提前压保 你就拜登怎么会舒服呢 那至于重组是什么重组呢 其实也不见得是说 我的派系在百分之几 给我几个官位 有些时候是议题 比如说农田水利会 亲国市长 我们在台湾就比较了解嘛 有时候是水利会是就归你 对不对 然后那个亲国市长归你 今天我觉得说 里面的那个什么市交 要该归国 所以就是重新谈一谈 所以岸田一下 要看他有多少的技巧 能够跟麻省谈的龙 我们现在都看这些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我讲的这个是自民党 但是自民党 当然是现在日本最大的 那最大的这里面 他有380席 对不对 他还有立宪民主党 还有这个日本维新会 第二席党 第三党 你看第二党立宪民主党 只有133席 立日本维新会 只有62席 所以老师你觉得 在不管他自民党 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 他就是一定总理啊 首相就是他们 对因为其实 以前在70年代的时候 日本在野党还蛮强势 尤其是社会党 那后来随着 不管是日本的一个 社会日渐富裕之后呢 这个所谓支持 社会运动或主义的人 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 其实整个日本在野党的 势力是越来越势博 而且你会看到 他的在野党数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代表是 越来越小 对越来越小 就越来越没有团结力 跟攻击性 所以导致说 其实自民党本身 也是一个老人政治 但他还就是巩固在那里 那你觉得到底 麻生太郎要什么呢 如果说麻生太郎 他现在愿意去挺 岸田文雄的话 他要的是什么 交换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些位置而已吗 有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他的派法 持续存在 然后扩大他一个人事的影响力 我觉得他本身 他应该没有再想要 出来进行竞选总理 但对于他派法 整体的一个发展 其实日本自民党内派 一直有这种 传承的一个 不潜在性规则 都有这样一个情形 黄老师 你觉得在这个局当中 我们台湾看起来 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我们有哪些地方 要注意的呢 因为我觉得岸田 在留任的机会 其实是不高 那是不高 那当然就是说台日本就关系 比较紧密一点点 那麻省前阵子也来过台湾 那当然这个就是基本上 大概我觉得还是 自民党继续执政的机会是最高的 因为他在野党很难挑战 现在虽然违亲党势力一直上升上来 他从local已经开始变得 慢慢变成全国性 但是短期还是很难挑战 还是很难挑战 但我觉得日本要改变跟台湾这种架构 我觉得不管换写上来 基本上这个架构很难改变 了解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这个事件的演变当中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 那到底现在国际上另外一个焦点 现在真的是一触即发 而且蛮严重的 我讲的就是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这个问题 现在呢 因为国际之间都在忙 他们包括了卡达 包括了美国 包括了埃及 全部都要去run一个 所谓的和解方案 和解方案呢 不管是停火两个月 三个月 一个月 反正呢我停火之后 然后你这个哈马斯 你把所有的人质都给放了 但是呢 最新的发展是 以色列不要 哈马斯也不要 好 那现在继续往下打 我们就看两个重大的部分 一个是跟国际有关的 一个是本地有关的 本地有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狭长情的图哦 我们看到的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这里 尤其是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加萨走廊 加萨走廊最近的事情怎么样 他1月23号的时候 以色列就猛轰了加萨市 当场造成125个人丧命 然后呢 联合国的难民收容所 他收留了三万名的巴勒斯坦人 1月24号也被以色列攻击 攻击以后呢 九个人死亡 可是因为问题这个地方是难民收容所 你怎么可以攻击呢 连美国都生气了 那美国就说 我对于这个尤干尼斯 职讯中心这个地方遭到攻击 我觉得非常的痛心啊 你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以色列就变成说 他先承认说是我打的 后来又否认 除了这个之外呢 以色列还把这里 我们知道这个尤干尼斯 干尤尼斯 尤干尼斯 他们看怎么翻译 他主要是在这个当中 加萨走廊的中部 然后呢 他现在把人呢 往南赶 赶到哪里 赶到拉法 拉法这个地方是以色列 跟埃及之间 一个重要的港口 等于重要接连的这个地方 你全部都赶掉 那全部赶掉以后 这个地方 美国跟联合国是说 你要让巴勒斯坦人回去啊 回去加萨走廊啊 可是呢 现在以色列 把它都移为平地 他把所有的东西啊 全部把它拆掉拆掉 也不要农田 也不要什么拆掉 他变成是怎么 一整块的这个缓冲区 所以这样一个情形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就是你加萨走廊 这块地 我把你们都赶到南部 南部以后 你不能让他跳海啊 要不然你就要赶到 埃及你开爱口啊 你就让他们过去啊 所以整个很糟糕 其实这糟糕是什么 是纳塔亚胡的政治危机 因为他开战到现在为止 目前为止 哈马斯的武装分子 不如他预期的歼灭多 大概没有怎么歼灭嘛 百分之二十三十而已 那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左右 那个战争打到这样状况之下 人质的压力 然后他这整个状况 所以他压力非常大 然后压力非常大之后 他必须要彻底的解决哈马斯 不然他的一个威望 和发动战争的代价 他的政治代价的反噬 很快就会出现 所以正是在内部里面 内部里面才有这状况 所以现在呢 美国他们呢 因为红海那边又出事 世界都出事 遍地开花嘛 遍地开花 这个地方的话 美国是喜欢讲一件事情 叫做冲突管理 但是现在美国国策的冲突管理 这个第一个阶层 控制子在以哈 已经失控 那美国就压力大了 英国也压力大了 德国压力也大 因为德国化工厂 那个船运一绕 德国因为全球化之后 全世界流行零库存 那现在大家满两个礼拜 货运工业都出事 所以现在纳达和阿弗压力大 那压力大他就想要做更极致 所以宜为平地 想要把你挤压 但是这种挤压之下 到底能不能成为效果 那各国都会很担心 反而那边以哈的冲突 超出了美国认为的冲突管理之中 而且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点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和平方案 大家都很急 包括了卡达 包括了埃及 包括了美国 可是现在我为什么觉得很危险 是因为大家的不满 已经到了炸锅了 你知道有一个录音档曝光 这个录音档是倪坦雅胡所说的话 他对卡达很不满 他对美国也很不满 你不满之后 你怎么接受他们的和平方案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亚晴看世界 台湾 is rising 拜登时代的美中台关系 COVID-19的世界变局 从台湾出发的国际观点 The View is covering charm 国际瞩目台湾的年代 就在年代新闻 亚晴看世界 让台湾影响全世界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以哈的情势 已经扩大开来 扩大开来 你看这次没有办法 他整个的状况 就不是一个很平盛的状况 我现在看到的这里 就是倪坦雅胡 他跟这个相关的人质的家属 有这么一个会谈 那他在这里 就录音档被录下来 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没有听到 我感谢卡达 他们跟这个联合国 或红十字会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甚至更有问题 我对他们不存幻想 他们有什么办法 向哈马斯来施压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为哈马斯提供资金 那我对美国延长在 这个波斯湾国家的 军事基地的存在 我感到非常的恼火 他的英文是用 那你这样子 第一个你就没有办法 真的他们 如果这样卡达 跟美国提出来的 和平方案 他们就没有意愿了嘛 那另外一个你看 这个就是影响在这里 这地方是夜门 对不对 然后夜门呢 当然美国跟英国 他们就组合联合来打 第八次的攻打夜门 相关的基地 打了八个基地 那这一连串下来 打了大概三十几个 四十个基地 可是四十个地方 但是没有用 那拜登都讲了 他说没有办法 能够阻止吗 没有办法 就算我们频繁的轰炸 还是很难阻止 胡塞组织去攻击 红海的货运 那所以这个部分该怎么办 洪老师 所以完全无解了 以色列当然 那尼坦雅虎 他当时发动攻击 有两个目的嘛 第一个当然是人质嘛 第二个就是要把 哈马斯全部赶掉 是 那这两个目的到现在 已经经过四个多月 还没办法达成 人质还在嘛 那你好像消灭的人 那个哈马斯也很少嘛 现在反过来 他提出来就是要求停战 这次是以色列主动提出来 要求停战六十天嘛 他要求把人质全部释放嘛 那当然这不大可能嘛 因为那个哈马斯那边说 你不管是怎么样 你每一次就要停战 一个月以上 然后你不是只有一次 你要持续性的 持续性的 那以色列就不要 以色列当然就是要求六十天嘛 那当然他答应给那个 哈马斯的高级人员可以离开嘛 但哈马斯认为说你要先撤兵啊 你没有撤兵怎么谈停战 所以两边的落差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谈不到可能 那当然这个就牵涉到中间人的角色嘛 中间人的角色 卡达跟美国的角色嘛 这个就变成复杂程度就在这边嘛 那伊坦亚胡的面对海力外是国内的压力 就人子的家属 现在已经都到国会去抗争了 到国会去抗争了 所以基本上他如果马上要面临到改选 或是那样的政治 其实在以色列内部的政治情势是 也非常的不稳 对 因为人民认为说 你当时不是要救人子为优先吗 怎么救都救不下来 救不下来 这当然有一些维持 甚至于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抗争 你看这个第一个是抗争的问题 我们还有看到一个民调 他们也有做民调 这个民调是什么 就是在以色列内部说 你是不是赞成 现在我们就是说 赶快以巴之间达成协议好了 结果赞成的有35% 反对46% 你觉得好像还是反对比较多 可是当时 当时反对是接近90%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觉得要赶快解决 那我想跟大家讲 这个整个国际的炸锅是怎样 你看像这个叶门这个地方 叶门这个地方 因为伊朗给它的 这个相关的飞弹 它的射程可以到多大 它射程可以非常的大 你怎么拦我 你美国拦我 你打我 你也没有达到标准的这个部分 然后另一方面 现在还有个更大炸锅的 我们就把镜头看到这里 更大炸锅的 就是我刚刚讲到 以色列跟叙利亚这个部分 为什么这样讲 过去我们讲伊朗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这个地方叙利亚 因为以色列 它在1月22号 就炸了这个叙利亚的首都 大马士革 炸了以后有10个人死亡 没想到10个人当中 有3个是将军 这3个将军是伊朗圣城军 在叙利亚的情报指挥官 包括了我们看到的 有指挥官 副指挥官 米德瓦尔 还有我们看到副指挥官 都死了 然后这个事情死了 问题就很大 那我就想说 他是不是随便打 不是哦 他们就是知道 你这个地方 根本就是伊朗给了 这个叙利亚相关的 这个攻击以色列的武器 叙利亚又给黎巴嫩 黎巴嫩再来打以色列 那以色列打你叙利亚 刚好而已 可是现在跳进来的是 俄罗斯跳进来 因为他打到的人 是打到对的人了 所以俄罗斯就跳进来了 那整个事情 就变得更复杂了 创下 基本上呢 他是在某一栋建筑里面 代表情报做的也很好 很精准 很精准 直接打进去 而且传出来的 可能不是只有三名 还有一名 也可能是伊朗的 圣城军的将领 还没有公布 那打了四个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以色列 又会用了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伊朗 是整个现在中东地区 所有的技术资源的来源 叶门的 或者是真主党都是 所以他在打这边 那一方面呢 就展现他的实力 另外一方面 他做一些事情 就是因为国内 他压不住 那压不住之后 然后刚刚讲的说 要60天的一个停战 那个是胜利者的讲法 那哈马斯不觉得你是胜利者 因为哈马斯现在 他只有被打掉 20% 30%不到 因为你要出来这个 就是那个很多时候 是胜利者 我要停战休整 我要休整 便利再攻 但是所以完全 所以他现在往外面去 是把整个情势 他其实是 如果情势更紧张 那你就去考虑 伊朗的势力是不是介入 那伊朗势力介入之后 那现在各国对他的意见 就要暂时忍一忍 所以他那个攻击的精准 是武器上很精准 情报很精准 然后另外政治的计算 也很精准 那你想政治计算很精准 我要讲说 现在伊朗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他 应该是讲说 美国管不了他 中国可以 对 可是中国不管 中国不管更有趣 中国都说 那联合国说有的没的 你看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就是说 可能会接他们 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的刘建超 不是之前在美国吗 美国这里包括了布林肯也见他 苏利文也见他 费纳副国安顾问也见他 跟他讲了半天 就是说 你赶快中国来管一管伊朗 赶快来管一管伊朗 结果他们发现说 没有管 根本没有去介入 然后毛宁的说法是说 敦促有关方面 避免给 红海局势 火上 交游 而且他说 安理会从来没有授权 任何国家 对夜门用武力 你要切实尊重 包括夜门在内 红海沿岸国家 他主权跟领土完整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管啊 但是我没有很用力的管 因为夜门的福塞武装 其实他就是一个 取得一个占领的北夜门 对 那他也算是一个 他就变成一个国家 是大家不承认 他把他认为恐怖组织 所以他也趁这个机会来耶写说 你要先承认我是主权 对对 所以我想他在这时候 他一定要也出来讲话 他说虽然要 他宣称要帮哈马斯 其实他是为了自己 那当然他也在试看看 伊朗的武器 所以过去他 这种无人机的空炸 基本比较散装式的 那我看他在最近 他们发射的飞弹 越来越精准 越来越精准 那当然这个都是跟 所谓的国家情势 跟背后的伊朗 甚至背后的中国 都有连带关系 所以毛铃才会这样讲 那你讲的最精准 那有一个案外案 就是说我们知道 他在协调 你看中国做法就是这样 我叫你去想办法解决 他解决了谁 他解决了 伊朗跟巴基斯坦 之前不是炸来炸去吗 他解决了伊朗跟巴基斯坦的问题 但是现在美国是说 我有这么多美军的基地 在叙利亚 在伊拉克 在很多地方都被炸了嘛 所以你要叫伊朗 不要这样子 给他们那些地方 像黎巴嫩的真主党 叙利亚的什么组织 或者是叶门的胡塞组织 不要给他们这样做 那但是中国就不管 然后但是就被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上次他们这个 伊朗跟巴基斯坦 炸来炸去的时候 结果就出现了 就说巴基斯坦 怎么一颗都没拦下来 他们就说 哇跟你讲 你这个巴基斯坦 拿的是什么 你拿的是中国的 防空导弹 防空飞弹 就是很弱嘛 是不是这样子 这叫做便宜没有好货 所以中国不行 最早的时候 伊朗一度是要想美国 买美国的爱国者 然后后来中国介入 把他的红旗酒 和那个整个卖过去 卖给巴基斯坦 卖给巴基斯坦 所以巴基斯坦 后来用了伊朗的 没有用了中国的 现在发现 你连伊朗都拦不住 所以大家会被笑 可是你要回到 为什么中国不想拐伊朗 为什么 他高兴不得已 对啊 我把你美国牵使劲 因为这两年 邪恶手心 把美国已经卷得差不多了 你看 恶物战争 中东 然后现在金小胖 然后如果这边再出事 美国贝多利分 然后 如果在贝多利分 对中国来讲 他们伸展他们的影响力 才有一个空间 就是看到这里 你要看的就是这些国家 除了我们刚刚讲伊朗 叶门 叙利亚这个问题之外 其实蛮大的一个事情 基本在1980年 那时候不是还有伊朗的 美国大使馆的人质危机吗 所以美国跟伊朗之间 以前也是割凉好 后来又变成是很紧张 然后跟伊拉克也是一样 那这一次呢伊朗这么一个做大的动作当中 你可以看到 就是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就讲说 现在伊朗整个影响到整个海域 不是小范围海域 不是当年1980年代的冲突 是整个升级的 你看这个是伊朗给夜门胡塞组织 提供的相关的无人机的干扰器 都被拍到了 然后当时你知道当时伊朗跟美国 很紧张的时候 还发生了美国就误及了 当时的伊朗的航空公司自动发射系统 因为当时的说法很复杂 就很多恩怨说 你们那个什么战机跟在旁边 所以我就射到了 就当时这个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死亡的人士是多少 655号搬机那是一个惨案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大家过去跟现在的这么一个纠葛 郑老师你对日本是研究了 但是你对于这个事件 你有什么样一个评论 其实日本也很关心 因为这毕竟还牵涉到 就是说刚刚不管邪恶轴行 可能悄然成行 或者说整个一个全世界能源的 一个分布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日本当 他们也很在意这个就是整体 尤其是他们对于中东这个石油 对他们来讲 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全球化的一个国际政治 他们比较在意的是 不是说军事而已 就是说我的油怎么办 我的我的货物怎么办 对而且还有一个 美日安保的关系存在 所以美国如果紧张的话 其实日本也会跟着紧张起来 所以他们也是会都去 很关心说全世界这种一个 国际关系的一个互动 那宏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能够 现在全世界的武器都涨价了 武器也涨价 都涨价了 这个比通膨还更严重 因为现在武器使用量太大 二次大战之后比较大规模的 所以你看那个乌二战争 用很多武器 那个苏联的武器都是北韩的 而且可能放很久了 所以现在老的武器都被拿出来使用了 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是和平的一年 虽然推背图说新的一年是 黑兔进到青龙穴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很保庇的感觉 但是国内的政治相较起来就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是茶壶里的风暴 有很多的内幕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雅琴看世界 我们在2024选战之后的特别报导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就是现在到底立法院的龙头是如何 那当然这牵动到非常多诡谀多变的状况 我们在今天现场请到的是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大家好 你还没有被欺诈到 还没 还没有 保持平常心 因为这些都是滴滴答答的事情而已 要去玩我也会去玩 早一天再去 好 再来看到民众党立委张其路 大千号 各位观众大家好 也传出说现在可不可能入阁 我们等一下也要问你 战略专家林廷辉老师 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创下个 继续加入我们 那我首先来看 我就直接问你了 这个是一个爱心 你比爱心 你可以看到 王毅川接了政策会执行长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安排 尤其你在这次的选战当中 也是拉了不少的票 有媒体说是10% 但不论如何 你感觉是怎么样 要不要讲一下你的感想 没有 到我们当时 组这一个活动 最主要是帮民进党拉政党票 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这个 那当然额外就会可以帮赖清德多拉票 帮区域立委多拉票 所以到最后我们包括我们全台五天的大车哨 我们去选了几个我们认为必须抢救的人 除了抢救我之外 区域立委该抢救的我们都陪着他去大车哨 那有一些当然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当选了 他的当选是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特别去选的那几位 在我们原来看到的民调里头是值得去救 举例 举例像这个宜兰的陈俊宇 土城的吴奇明 然后这个陆港的陈秀宝 然后这一个李博裔 就高雄李博裔跟屏东的徐富奎 他们这几个在选前的一两个礼拜的民调 几乎都跟对手落后甚至都打别 我刚念了这几个原来都是赢了 原来都是赢了 那后来是什么 那到最后在最后来生下一个月的时候 民进党的立委几乎大量的民调通通往下 为什么那时候民调通通往下 那个时候如果对照那个时间点 就是赖主席他万里的那个房子的 刚发生的那一个阶段 那就是大量大家都往下 那可是有一些就止跌了 就止跌 那因为赖主席那个其实 跌了几天之后也止跌了 那止跌的时候我们判断有几个是 必须花更多力气去帮忙他们 所以我们就去抢救他们 你对吧 就除了抢救我自己以外 就是救这些人 其实是相对更重要 那你是牺牲你自己吗 你自己你自己没有救到 你本来预期你认为你会上吗 我记得上次你上我节目说 没有那么没有到那个地步 有比你想的好吗还是 比我想的再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因为我们本来是我自己是16 实质上因为男生第八个 所以我前面要有八个女生 这样才是16 所以当时要达到这个16其实很难 就是算成政党票是46% 就是假设国民党跟我一样 跟我们都是46的时候 那民众党就是8% 那后来因为那个柯文哲的民调一直上来 所以连带这个民众党的政党票也一起上来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 打柯文哲打得太凶让柯文哲掉下去 政党票民众同样往下掉 可是把柯文哲打得太低 我们就很危险 所以又不能让柯文哲太低 要让柯文哲上来 可是柯文哲一上来民众党的政党票就会上来 那民众党政党票一上来 对我个人来说我就会下去 所以这个障碍在 好那我让你发表完了就不要气炸你 但是我大家关心 你说你觉得韩国瑜是不是稳定当选 是不是 为什么你刚说你进广告的时候说 现在告诉我们 国民党现在是46 加上不分区 他们现在是52加2是54 那59会大于54 数学上是这样吧 59那你59怎么来 你现在是51加8 8就是民众党吗 59大于54 58大于55 57大于56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 他有三次机会 57 58 59就可以赢韩国瑜吗 对 好那国民党现在战略很清楚 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的机会是零 而且我相信按照民众党的立委的理性 理性就理性判断不会投韩国瑜 那其他感性的我不管 就理性判断他不会投韩国瑜 你说民众党 民众党 民众党这八位 按照他的理性 他要回去跟他的支持者讲说 你们当时投给民众党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全力支持韩国瑜 哇塞 这句话讲不出来 好这个我讲理性 那对民进党来说 民进党如果党跟党谈 就是民进党去跟民众党谈 谈合作 谈合作 民进党也很难回去跟民进党的支持者讲说 我们跟黄国昌讲好了 我们要 黄国昌要支持我们 我们要支持民众党 民进党的立委 也没办法回去跟支持者讲 所以好 那就回到党跟党是没办法谈 对 党跟党是没办法谈 不可能公开谈 这都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柯总召 把话讲得那样子 好 可是党没办法跟党谈 那忍总可以跟忍谈 忍跟忍谈 好 比如说 比如说我跟这个齐路兄 好 假设我们有交情 或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阿伯 共同的姑姑 共同的阿姨 共同的好朋友 共同的大学教授 那可不可以说 拜托 你把那个票投给我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也许在这件事情上呢 也许就搭起了这个桥梁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是韩国瑜 还是游院长 有机会去 忍跟忍去谈 那忍跟忍去谈 好 那这就取决于 民众党最后的态度 如果民众党最后 按照第一天讲的 这个团进团出 就八个人做成决定 说好 我们八个人通通 假设这个院长 通通投黄珊珊 副院长通通投陈昭之 假设这样 假如 好 那这八票就确定了以后 那当然就是韩国瑜党选 对 可是如果这八个人 有不同意见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投 我们这样投 在保送韩国瑜 对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就开放 我们就开放 你让我们自己 可是团进团出可以开放吗 团进团出这件事情 是谁讲的 是黄珊珊跟黄国昌讲的 那其他六个人呢 其他六个人都愿意 团进团出吗 柯文哲愿意团进团出吗 就是民众党的 那个现在立法院的决策 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外面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八个人排在一排 就是黄国昌跟黄珊珊说 我们要团进团出 那陈昭之 陈昭之说 陈昭之昨天说嘛 他说 我现在没有看到我们要 自提人选 对吧 陈昭之说 我们没有要自提人 陈昭之就是变成第三个了 他已经表达说 我们没有要自提人选 代表我们要去投谁了嘛 对 那我们要去投谁是我们一起去投谁 还是我们个别去投谁 这我们在外面都看不出来 那就回到我讲了 那如果人跟人之间是有感情 人跟人之间是有脉络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选的人 就自己去努力去处理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就卡在一个 是不是团进团出 其路你先告诉我们好了 你先告诉我们就是说 你们现在里面八个人 八个人是不是意见各不相同 前面三个 黄珊珊 黄国昌 还有陈昭之 是比较倾向于可以去合作的 其他就比较不愿意合作 当然也很难这样讲 当然一川兄刚才是 讲了一个scenario 一个版本 但是我也必须这样讲 回到我们自己 我当第一届 我们当时就是支持游院长 对 四年前 对 当时 其实也不是说只是为人 我们其实坦白讲 这也就是之前会提说 你要有一些主张 其实当时我们跟游院长 其实在谈的时候 也有谈到过 就是说到底在国会 要做什么事情 那其实所谓这个 就是价值啊 理念啊 或政策上 其实这些有先 先要确立一下 我当然诚实说 当然目前 当然这个判断上 可能还很难准 现在各种的声音都有 这个可能要 一直拖到非常的 最后一个关键时刻 就是所谓的今天28号 没那么快 因为2月1号投票 是是是 它会拖晚一点 对 它可能还有几天这样子 那也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这件事当然我 还是民众党目前的 至少现在目前的策略 还是在看 两大党 到底对于我们所提出的 这个主张 这个回馈是什么 就是到底怎么 是不是到底 支不支持这个国会的代表 那我问你像那个 我们就说老柯啊 柯建民 柯大哥啊 就已经讲说 你们那8票不算什么 这样你们听了会不高兴吗 所以你们心里就会不会觉得说 我就不要投给你游锡坤 可是为什么一直有耳语 听到的是说 我就是游锡坤 然后再投给这个 等于是江启臣 是 我不满说 我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我自己曾经接受过一次访问 我就是说 可能民众党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 在哪个概念下 就是说要不支持韩国瑜 或者是不投也是支持韩国瑜 这个就变小蓝嘛 对 那如果说在 偏向这个游院长这边 又变成小绿 事实上它的矛盾性 都非常的为难 所以这当然了 这个是说 如果真的就 我纯粹理性的话 可能投自己 是一个保险 投自己就等于是 保受韩国瑜了 对 这有点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怎么解套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两方面 两大党 到底怎么样的 回应民众党所提的这个诉求 所以大概就是要看这几个变数 来决定说最后怎么做 那当然我诚实说 目前当然这是一个 当然是面临的第一个小的困局 那但是我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还是回归 就是说 当然可能 因为现在当然才立院 新国会才开始 大家很在乎这件事 可是我说白点 其实院长或副院长 其实在整体来讲 以意识中立的这个角度来看 还有就是说 像坦白说 像民众党现在只有八个人 你叫他真的干院长 他不行 或者干副院长 因为等于就是说 他有一个战力 就马上就消失了 因为他也不能去咨询 他也不能很难提案 所以其实 他真的有很多的问题 不但是这是第一局 我也必须这样讲 有时候我必须这样说 如果说国民党 假設是韩国瑜当上 其实也有他的困境 因为像以游院长来讲 他就是一直在推动 所谓国会外交 他有时候是变成是一个 我们的恶鬼 有时候是代表台湾走出去的 可是这个如果是韩国瑜的话 他到底能不能做这个事情 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甚至可能跟他很多的 主张立场 Come on Drink Drink 就有点矛盾了 所以这个也是可能是 如果说大家胆子大一点 搞不好民进党现在的想法也是 那不然就让他干嘛 因为行政权还是在民进党这边 我知道 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心酸 我作为 当然我就常常在讲说 我是在大学时代就认识韩国瑜 但是我反对他不是因为怎么样 我是觉得说 第一个你当时高雄刚选上 你就跑去了香港中联办 然后你就要去选总统 这个我没办法接受 他选高雄我是觉得蛮棒的 但是后来我没办法接受 然后现在呢 他在礼拜四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新科立委的训练营 他就在讲什么 他就在讲说 赖金德说没有什么应酬啦 不唱歌他说我有唱歌啦 有喝酒啦 然后呢我有耗然 什么浩然之气 然后我就不知道你唱歌喝酒 耗然之气 然后你知道吗 网友马上炸锅说 那什么耗然之气啊 你那时候还有赌博 还租了一个房子 在这个新北市还有赌博 然后你在这个北农的时候 喝酒喝到 跟人家玻璃杯子打 玻璃瓶打碎要赐人家 那个是成都好讲的啊 我是说我们有必要 要找一个这样的立法院长吗 你们能不能帮帮忙 我说我求了你们了 民众党能不能帮帮忙 可能就是做一个 所谓的理性判断 当然这个就是也牵涉到 就是内部 就是说头一次这样一个党团 他到底要不要一致性 他到底要不要该不该一致性 我觉得这个当然 我们也只能尊重 他现在新的这八位 他到底因为他怎么行硕 尤其是在他头一次投票的时候 他如果不团进团出的话 那这个党团这样以后的运作 他也有碰到他的问题 也有他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事实 提问老师这很难对不对 听起来民众党很难吗 我还是觉得 不到投票的最后一刻 什么事情都很难讲 2月1号当天投票的时候 如果他选院长的时候 我们目前采取的 还是吴继敏的概念 那不是继敏投票 国民党要继敏 所有选票 国民党要量票 所有的人都在上面 那是技术性量票 技术性量票也不能公开 那有一种情况 当然以前都曾经发生过 比如说他投赖世保 结果投到另外一个 就是赖品鱼 就是选票上面 其实我心里 我答应党中央我要投谁 但是事实上继续投票的时候 有时候乱投 或者是有时候当天酒醉 或是怎么样之类的 就不小心盖到 哪个头像之类的 或是同时盖两个头像 现在你们有得到内幕吗 有得到内幕的 这种事情会发生吗 到时候你在内部来讲 有一个合纵联合 而且不见得是民众党的 也可以是策反 国民党内部的 国民党不是有人讲说 国民党不敢 我说其实很难讲 这都很难讲 关键会在1月30号 1月30号才会决定 2月1号国民党54票 会不会完全的一致 为什么要到1月30号 国民党内部不见得会有人 你要看党团总招是谁 那我看如果这样子 已经国民党已经分裂了 因为他党团总招 不是傅坤吉也要选 但是赵绍康跟韩国瑜是挺赖世保 因为党团总招是 其实基本上 国民党为什么要强制量票 讲这么用 可是他们没有工具 13席的部分区 朱立人可以开除党籍 下一个地补 那区域立委 你就没办法 区域立委罚钱 他在乎你罚钱吗 然后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还有同舟计划 你在讲破坤其同舟计划 就是国民党 他对于这些 已经当选的区域立委 他们也不在乎 未来是不是国民党籍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民众党不会那么歧视什么 因为搞不好到时候 我最近喜欢讲两个数字 一个叫八等于零 另外一个叫五十一小于五十四 就是五十四小于五十一 就是五十四小于五十一 对五十四级不是那么杀利的 对对是脆弱的 脆弱的 然后民众党办了一个错误 你本来是可能的关键少数 但是你太早把采摆车推出来 上面推了一个国会改革的遮羞布 而那四条里面呢 又不够精细 有很多是现正结果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估值灾 对 所以估值灾之后 最后放成一个结果 估值灾什么意思 我等着买啦 拆摆车推出来了嘛 估值灾 同志的对 代价而估 我也有读文言文 对不对 OK OK对不起 所以那最后变成 两党都可以不看你了嘛 所以八就变成零 那八变零的时候 后面开始在做这些理性决策 因为你前面的第一步已经错了 那已经错了以后呢 那内部为什么变成这么纷杂 因为其实原来七个人讲说 我们虽然每个都是 身毛带脚的人 但是我们都没有国会经验 黄老师 国尚老师 那是国尚老师第一招出来 对 造成下结果 才会有八个人四种意见 搞不好五种意见 六种意见 然后现在呢 就看了党主席要不要领导嘛 但是党主席根据蔡碧如的说法 还在否定其中 党主席对柯文哲这样来讲 好了 他自己把自己看太高了 他现在稍微荡下来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局 我是觉得应该要想办法去 不能讲桥 就是想说想办法解决一下 但我又不是立委 我只是觉得说 但你们不会想民进党 会不会讲说去用人跟人 不是党对党 人跟人这样去想办法 拉个票什么的 因为万一韩国瑜出来真的是 有点夸张啦 我自己觉得 对所以现在都还在努力嘛 那这样就是 大家就想一下 就是说民众党的立委 投给韩国瑜的后座力比较大 对民众党来说 还是投给游席根的后座力比较大 就民众党怎么回头 去跟他的支持者讲说 就是说你跟支持者讲说 我们投游席根 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投韩国瑜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 哪一个比较好讲 我听起来韩国瑜很难解释吧 我听起来是这样 而且那你这样投自己也很难解释 你就放学了 所以有一种就是赌气嘛 就是说我跟民进党赌气 柯总招你竟然把话讲得那么难拼 不然就大家来拼了 就是这样 但是无论如何 这都是第一战而已 就2月1号这一战嘛 2月2号有新的战场嘛 接下来4年的365天每天都是战场嘛 但是对民众党的立委来说 因为只能当两年 齐陆委员在这里嘛 当两年的立委 从开始摸索找到助理 立法院怎么申请去拿文具 怎么上网 做那个碗联 碗联要怎么登录 好 光摸这些对立委来说 至少搞一两个月才摸清楚啦 那些钱怎么核销啦 没核销完加班会没用完怎么用嘛 这都搞清楚以后 开始要提案啊 那提案只有8个人 8个人怎么凑到15个人 不可能每一个案子都党团提案啊 对 那等他弄好进到委员会 两年要通过一部 不要讲一部法律啊 通过5条修改了 然后三读完成 很难耶 在立法院现在 尤其新的立委那么多 每个人都想要表现啊 所以对民众党立委来说 我这样形容他们叫做1加1加6 就黄国昌 黄珊珊加6 加另外那六位 那另外那六位想不想表现 很想表现啊 可是很想表现 每次要表现的时候 这个行政官员 譬如说交通部长 就跟某某委员谈完了之后 他只要问一句说 我们这样讲黄国昌有没有同意啊 那没有办法保证 黄国昌冲进来说我不同意 那就全部都冲来 那以后 齐陆委员他们当时在这个立法院的时候 他们都个别有自主性 就是说我关注在什么委员会 然后这反正彼此尊重嘛 彼此尊重 因为别的领域的也搞不清楚 齐陆委员在做大概是什么嘛 这叫尊重 可是如果有非常强势的 比如说国昌在那里 那大家都两年内很难搞定啦 这个内部矛盾会慢慢出现 是这样吗 我先问你一个敏感的 听说民进党会找你入阁嘛 我还跟我们自主人讲说 因为你是念到公共政策的博士嘛 这是你的profile嘛 就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博士嘛 我们就想说那你要去做什么内阁啊 结果呢这个又晴就跟我讲说 你应该是应该是不是听说是劳动部 我说啊是吗 所以是怎样 没有没有没有 我完全这是爆派 爆派一点都没有封吗 不是其实这个根本不可能 因为我坦白说就是说 现在也还都没有阻隔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就是大家都是意见 意见 就是我觉得说这些都不会是 我还是觉得啦 就是说政党的合作还是有个些前提的 比如说彼此的价值啊理念啊 还有大家真的要推什么事情 那所以这样子民进党跟国民党比较近 还是跟民进党比较近 应该是说很多是要谈的啦 我觉得必须实在说 其实我自己还是坦白说啦 我有时候虽然我也要卸任 但是还是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未进之工非常非常的多 其实老百姓所关切的 比如说住居正义的这个问题 财政纪律的问题 其实一直都合适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 还是没有做到 其实现在才有个新的新闻 我们税收超增 还是这一次还是很多啊 三千多亿嘛 那到底要拿来做什么事情 那不是要分出来吗 之前其实这种分真的是不宜 真的是不好的事 所以其实说有很多啦 我是坦白说 要做的是很多 那但是这些是先谈清楚 那不过当然现在 可能因为凡现在正在换届国会 那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新的我原意 那回到这个 你觉得到最后是怎么样 现在两个 比如说黄珊珊跟黄国昌 他们的态度是怎样 他们是倾向于可以合作 还是倾向于都不要 就同自己 我必须这样讲 其实我自己这一届 我还是必须这样讲 就小党也并不是说 完全没有杠杆在国会中的 这个可能性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我在国会中 像我们上这一届 我们有五百多个法案的提案 事实上我们有三百多个 三读 那他们两个对于所谓的 跟民进党或国民党合作的态度 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因为在小党 他其实党团提案就可以了 党团提案就可以了 我讲的不是提案 我讲的是立会龙头 龙头 立会龙头这个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说这个 当然他们还是要尊重他整个 党团还是一个集体性 所以也就是说 大家虽然说各自像 黄国昌是比较powerful 或黄珊珊比较有意见 可是大家去投票 是八个人 我说八个人各自的等值吗 还是他会被影响呢 以政党的党团运作来讲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要有党团会议 其实他还是一个集体决议 而且基本上也应该是 不可以去违背 作为这个党团 那如果集体决议的话 最后投票 用投票 你们会用投票的字出来 如果大家觉得说 我们跟民进党合作 可是黄珊珊跟黄国昌不想的话 那是不可能 他可以 不行 你如果是党团的真的决议 那就变成他们 是不是党团会议的时候 要进行表决 是不是会有决议 会不会有决议 没有决议也是一种决议 就是说开放是一种决议 开放可以是一种决议 开放是可以 可是你们要团进团出 怎么开放 就是他的决议是开放 那团进团出 所以如果以团进团出 这样的核心的概念来讲 当然最好是一致 就是说遵从党团的这个决议 所以有可能是 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八人离席 这也是一种模式 那八人离席就是保送韩国鱼 不一定 国民党自己还不一定 我们刚刚只有国民党内部 八人离席是一种 也有一种叫做 先四个人进来投 另外四个在外面等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五十一加四是五十五 然后国民党是五十四 那还有四个在外面等 就是那个 很多人先诱惑了 民众长一定是有一个最终的决议 这是一定的 就是最终这个决议到底要怎么说 在最后这一天 我们四个人先进去挺游席坤 没有就是说我们四个挺得下去 另外四个说游席坤我们挺不下去 那我们就不要投了 我们就不要投了 有可能这种方式 各种决议都有可能 美国议长都选了十五次 立法委员本来就可以 独立行使之权了 那这个就是要考验 所以你把每一个当作是 可以当家的这个概念 当然党团决议是尊重的 但是有时候有些技术性 肚子痛跑去厕所不见了 不过民众党的 因为委员都是不分区 所以他还是党的意志很重要 因为坦白讲 你违背了党的意志之后 他开除你你就没有 但是其实就是说 什么叫做党的意志 现在民众党就是说 必须讨论的事情 就是谁是党的意志 我们广告就回来看看 大家现在都在抢年轻人 抢年轻票 但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央视的 到日本去的这个王先生 搞了真的这个事情很大 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雅琴看世界 我们来看到 在这次的选战之后 大家有一次想说 要抓住年轻人 抓住不同的社群团体 你看像国民党 民众党还有民进党 在这里就流行了一个叫threads 我们就讲是这个翠 叫这个翠 他整个串流很厉害 但这一切的一切 现在开始有人在讲说 你不用管那个抖音了 你看光是这个夜夜秀 这个贺龙夜夜秀 现在这个王志安一来以后 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暴 我觉得他那个选举 也不只笑到民进党 因为我们台湾选举 不管民众党或国民党 都会有唱歌嘛 都会有欢乐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一个style 那为什么要像中国 中国没有选举嘛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他触碰到我们台湾人 比较善良 而且比较文明的一个 这么一个底线 就是陈俊翰 陈俊翰他是知名的这个律师 你可以看到人家都是第一名 第一名台大的这个法律系 然后到后来 Harvard Law School 然后到了这个 Michigan大学法学院的 硕士跟博士 然后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整个演变过来又说 我跟你讲他根本就是双面蝶 为什么 他念的是什么 他念的是当时武汉大学 他念的是化学系 然后他转到政治学院 政治学院被认为是 提供所谓的训练特工的地方 像是秦刚也在这里 我知道秦刚被说是双面蝶 还扯到一个傅小田 那现在为什么外媒认为 这个王先生王志安也是双面蝶 对因为他其实 讲的言论 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他在 网路上的一些相关的影片 你可以发现到说他的确好像是在黑中共 但是好像对台湾的比如说中华民国 他有一些情有独钟的一些说法 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他又有很多的言论来讲 好像他的黑是对台湾的民主的一个嘲笑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民主style都不同的一个发展的样态 那中共最怕的是什么东西 就台湾的民主太过成功 那今天王志安他用嘲讽的这个语气 他是在嘲讽台湾的民主不成熟的概念 那如果华人社会要走这种不成熟的路径来讲的话 事实上他中共是不能去 就是说意思是说 他让中共不能接受台湾这种民主style 是一个合理性的一个概念 他在这方面通常在做一些功夫 对但是功夫是这样显而易见 但是我说外媒当中他们一个证据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念的是武汉大学的政治学院 不单单这个事情吧 可能有一些事情 可能外媒有一些被奇敌的或怎么样之类的 当然他这一次来讲的话 参加台湾这些夜夜秀的这些相关节目来讲 他可能有一些张力 但是我是认为说 这号任务其实以前我也没听过他 他其实不太出名 其实这半年来 我们就看到在国内 我们自己会关注一些节目 或者是他们就会出现这个人 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中国口音可真重 然后他讲话的一些事情 我不全然觉得 他只是卖弄说 我讲你们台湾的选举怎么样 我怎么看 可是他没有那个专业性 然后你看在后来人家丢出来 他发的一些文就很奇怪说 台湾防疫成功 不一定是科学防疫 然后又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这里又讲说 嘲笑高雄的火灾 还有民主 然后又说中国必胜论 所以这整个事情 我觉得演变到现在 真的有点奇怪 那当然有人就说 这个真的是不是那么单纯 艺川你怎么看 因为你看过选举 你觉得这个事情 就第一个 他去上这个夜夜秀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夜夜秀 他是一个综艺节目 我不认为他是政论节目 所以他经常去调侃 被访问的人 就笑那个人 对啊 可是王志安这一场 从头到尾 主持人没有笑过他 很奇怪 通通让他讲 这是很特别的哦 你看像那一个 吴欣颖去的时候 他不是叫他 估说那个什么 包包多少钱 就是故意在 在嘲讽他嘛 那赵少康去的时候 也是嘲讽他 在讲那个什么 笑话那些事情 可是王志安这一局 这一场 是完全没有 他就让他讲完 那我请问一下 时代力量跟台湾激进 去上这个节目 是自己付钱的 他们现在承认 他们自己付钱 付钱 但是他否认是 否认变成说是 donor 这个赞助 对就是说 这个夜夜秀的 这个制作单位说 他们是赞助 赞助者 但是他说 不是我们是参加这个活动 反正付钱参加活动 所以就会让他们去讲 这个都没有问题嘛 那比如说 赵少康去 吴欣颖去 那个一定是被邀请的 对 赵少康不会花钱 去上这个节目 可是我就要问说 那王志安去是怎么去 是这个主办 这个制作团队说 王志安你在所有的 中国旅外的 你讲的最好 来来你来坐这里 我还付钱给你 我不相信 比他好的太多了 而且你知道 他的reputation 之前就有听过 就有讲说 你知道 他后来又会更明确 说他要来加入一些 所谓在海外的 中国民运人士出身的人 然后来台湾当官选堂 你就不要跟他一起来啊 觉得说你根本 就是真的是大外宣的嘛 对所以他 王丹也说 这个人就不是那样 你想嘛 一个在九四 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 他说我是什么 所谓的学生领袖 民运领袖 我怎么可能去进到央视 那不可能的 所以他上那个节目 我判断一定是有人付钱嘛 那这个人也不会是他自己嘛 对 那所以这制作单位 也有必要感觉 如果讲到这个 已经讲到 这个是跟界选有关了 或是跟中国有关了 这个制作单位 你总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说 钱谁付的 他为什么来嘛 我们很多政论节目 确实有些人 想要来上政论节目 他是要付钱的 这个我们知道 那有些来宾邀请来 是领车马费的 状况都不一样 那我就问这个 所谓的王志安 你是怎么来的 我不觉得他的口才好到 制作单位还花车马费 请他来 然后而且制作单位 还不调侃他 而且反而是他在 调侃台湾的选举 那他调侃台湾的选举 就知道他对台湾的选举 完全不了解 各位知道台湾的选举 开始有在唱歌 有在表演活动 是谁开始的 是阿扁 阿扁当时找谁 就找五月天嘛 五月天当时就 这个师大附中嘛 当时罗文家的学弟 所以他们就开始有表演 然后后来就找一堆乐团 越唱越大声 当时的场合 大家就说 哇 这演讲中 叫这种 爸爸叫很大声 大家还不适应嘛 后来就这样子的做法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所以现在包括 我们的肇事活动 比如齐路委员选举 他一定会开场 那开场有时候 是叫社区妈妈来跳舞 那有些来唱歌 那有些请啦啦队 各式各样都有啊 我觉得很好啊 有些中南部还请那个 这个八点党的明星来嘛 对不对 来开个场 这些都是台湾选举的嘉年华 因为你不肯坐在那里 听三个小时 都是人物在演讲 无聊嘛 可是我觉得王志安 好像不太懂这个逻辑 他就嘲笑台湾的这一种选举 而且更糟糕 他去嘲笑到这个律师吗 那个是跨越了一个 人类的普世价值 但是呢 刚刚讲他的学校 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国际媒体会特别关注 因为武汉大学下面有一个副标 红色的摇篮 红色的摇篮 武汉大学的前身叫做 武昌高等师范学院 他们在那个家 就是在那个整个共产党串党 第一次大会 十三个代表里面 有五个 周佛海 董碧武 都是武汉大学的 然后他们第一个建立的一个开始 共产党建立之后的一个党部 就在武汉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才会连接到 那个学校的各数性 就回到像秦刚的这个状况 他跟那个傅小田的这个状况 其实他们要有所谓的影响力 他没有办法只是拿中国籍 他们有的想办法到国外拿外国籍 或者说你要经过第三地 日本你才能够中国籍人士进来 而且他的意外的是说 他进了央视之后 他说他离开央视是做了一个 其实一个公共议题的调查采访 他并不是政治上的 然后就出来了 然后出来之后就开始一个亡局 然后就开始每次前面20分钟 骂中国的一带一路或什么 但是后面就会帮你援 这叫小骂大帮忙 其实骂也没有骂到 真正的骂到底 就好像有意见 但是慢慢的就是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身份 当初包含被央视 所谓封杀 都是一个局 我想问的是说 我比较觉得奇怪 因为黄国昌一向是有话直说 他不是战胜吗 他应该喊太离谱了 他没喊 他不是每次都要太离谱了 对 可是他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既然讲说 这又不是民众党的节目 这又不是什么 这又不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评论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后来我在想说 是不是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有上贺龙的节目 这个是最简单的怀疑 但大家都知道他有上 然后他自己在里面讲 我看了片段说 他说柯文哲 含住了他的喉结以后 他就全身输 难不成是他不想让人家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过程 黄国昌从来没有批评过民众党 所以黄国昌他现在是民众党 所以他现在不能去骂 他没有骂过民众党 所以他的逻辑 他现在讲出来逻辑很奇怪 这不是民众党的 这个事情我不清楚 我没办法评论 他为什么不去评论 他为什么不去评论 这一次的这个 王志安的事情 至少柯文哲已经先评论了 柯文哲评论得很好 他觉得这非常不妥 我觉得这是有手有为要这样讲 那黄国昌是有什么原因呢 黄国昌现在两种可能 一个是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他知道了 今天知道了他还是不评论 第二就是因为王毅川一直在骂贺龙 所以他就完全都不理了 因为他现在看到我都很怕 他不想要跟我一起 一起吵这个声量的概念 黄国昌什么时候 不关他的事他不骂了 那他骂新潮流干嘛 新潮流关他什么事 新潮流还是民进党内 一个一群人组成的派系 那关他什么事 还是他不敢骂 因为你扯到中国他不敢骂 不是我是觉得这样啦 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中国 刚刚讲说这个王志安的这个背景嘛 是他去抢 讲了这个 伸脏者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那是补学教授 对我前几天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然后在催上面骂人 然后叫那个赫龙要道歉 赫龙都不出来啊 你继续骂他 我为什么要叫赫龙说 你一定要出来道歉 是我怎么会知道这个讯息 因为那个秀我没看过 是我的学生 我学生现在是国中国小的家长 他是一个妈妈 那是他的小孩 就拿那个影片给他看 他说妈妈 这个人为什么要笑这一个 笑这一个律师 老师说不可以笑 为什么他要笑 然后他就说妈妈 可是我们这个节目 我同学都在看 然后我的那个学生 才传耐给我 他说老师你一定要讲这件事 因为太恐怖了 就是说学生在学校 老师叫他不可以去 笑说这个隔壁班的 谁谁谁怎么样嘛 因为这个妈妈 刚好他在学校做的志工 就是在帮这些学校 比较特殊境遇的子女的小朋友 所以他就有感而发 他希望我把这事情讲出来 所以我从头到尾在谈的是说 你怎么可以去笑这件事情 而且你说这个中国人笑 我就算了 因为他跟我们的训练不一样 他对普世价值认知更不一样 可是贺隆 你在台湾组织节目 你跟着笑 那你笑完之后 他那个节目是录影 除了现场是有录影 所以让我们现在录 对对对 讲不好可以剪 对我讲错话了 或者是我乱骂一通 制作单位就把我剪掉 那一段就剪掉 他们没有剪 整个制作团队都认为 那个歧视的言语 是可以出现的 才会让我们看到 不然我们怎么会在YT 看到那个影片 对啊 而且我觉得歧视的言论 这不应该出现之外 而且你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这个 王志安他说 他就讲说 在这个讲China 对不对 Gina 他就Gina 台湾也是Gina的一部分 然后旁边的赫龙 跟那个Alby 就这样 然后他就说 对啊对啊 在日本眼中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也笑得话之乱战 我就觉得他稍微 是真的没有sense 还是他们两个 就挺这个的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现在当然是 媒体政治的一个时代 其实我觉得这些 所谓社交媒体的平台 其实当然它是有责任 我觉得 我刚才 一川兄有讲一件事 我也是非常同意 其实现在当然 你必须承认就是说 到底这些节目的背后 它是怎么样 让它这个平台被用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现在选举 连我们现在看满了广告 最后为什么还要签名 对 就代表说 这个是你负责 这是我花钱 我放的 其实我觉得说 这个适度 其实我自己说实话 我们以前在令人也在讲说 为什么我们要主张 公费选举的制度 对 而不要让就是说 像现在因为 这真的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同意说 这个人为什么可以上 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他的背后是 谁拿钱让他可以上的 那这个真的是关键 所以我也是会主张说 其实现在很多 因为很多人 这是选举财 这些平台就是要赚这些钱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谁 它这个背后怎么出资 我觉得这个到时候 可能在我们整个数位平台的 这个法制上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欠缺的 对 法制上数位平台的部分 是没有管到 但我们现在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现在看到 都要了解这个年轻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翠 这个翠英文是 然后开始就有这样 串流出来了 包括赖清德 包括小英 包括萧美琴都去了 现在而且你也加入了 对不对 大家都说要赶快叫你出来 然后欺诈王毅川 所以你怎么想到 你现在变了一个 opinion leader 对像我自己的脸书 也没什么人 然后他们说 你怎么不经营脸书 因为我也没时间玩这个 可是我加入这个翠以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 现在已经七万多人 真的假的 然后他们追踪我 那我就要反追踪 然后我就问说 有没有哪一个键 按下去是全选追踪 他们说没有 你要一个一个按 我就想说 我怎么按七万人 怎么按怎么按 怎么没办法按 那就干脆就不要追踪别人了 但是我还是看得到 大家写的这个文章 这个软体 最近会红起来 是因为赖清德 写了一句话 他说小英总统 我已经赢在起跑点上 我的副总统 比你的副总统 还要强 还是什么 他在调感自己 说我不好 但是小美景 那大家 这句话 年轻人家 这句话叫做废话 就喜欢讲废话 所以要讲废话 然后写废文 比如说 今天寒流来了 是不是要多穿衣服 大家就说废话 就是写这一种 才会有人回应 是哦 你写太正经的 没有回应 比如说 今天中午肚子饿 是不是要吃饭 你要写这种 真的 他讲说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不能超过五百次 不能超过五百次 我也是最近加入 就觉得很热闹 但是我还都po得很正常 我甚至把亚晴 看世界英文版了 把他po上去 然后还有人要追踪我 我可能觉得也很好笑了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是 是不是在面对了选举之后 像柯文哲有抖音 所以现在他们也说灭抖音 你不能说把抖音这个不要 因为它主要是内容 你要查要查整个平台 但我觉得真的抖音 也有它的问题 所以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执政党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就用另外一个 用脆子 没有啦 这只是其中一个小软体 就是说大家玩得很开心 譬如说他没有一个 欺诈王毅川 然后说民进党政治人物 只要去日本 就在上面注明说 王毅川我现在人在日本 大家就变成一个风潮 现在只要去日本 通通要告诉我 他在日本 因为我没出国 让我很生气 这就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这个是谁想的梗 欺诈王毅川 就是李正浩 他这点还蛮厉害 因为我笑他说 因为人家都是家庭去 只有李正浩一个人 我说你去 就只有顾行李跟拍照而已 顾小孩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这一点 他到底这样子 真的有人就在开始讲说 哎呀 克文哲 可能也觉得说 现在民进党开始 也在经营年轻人这块了 他是不是也有一些焦虑感 因为很多人在讲的是说 你看包括了 他太太都要出来发文 都要出来发文 还有讲到上次小草的会面 当然是因为那个位置 大概摆位置就500多张 你坐满了大概是1000人 我也觉得还好 但是马上就被人家讲说 没有 感觉起来 这样就不够热 这里也有一些 他的声量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曲线 是往下走的 往下走的 所以现在真的状况是 克文哲声音也变得比较小了 他是不是还在 情绪当中还在沉淀在 为什么我的台北市民调这么低吗 还是说票这么低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你有见到他吗 有 有 当然 他还好吗 很好了 很好了 其实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这个 因为现在当然在 大家焦点都摆在立法院 院长这个选举 所以这是难免 而且我们很多都是新科上任 总是他们比较新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那个声量 这个起起伏伏 应该我会反而倒着来 应该也是让大家 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其实也不是说柯文哲或者这些 他都是这种网红 而是说我们有时候也来问说到底年轻人是不是跟这个我们比较年长的时代是有了隔阂 为什么年轻人是会喜欢柯文哲的 其实大家应该是去从那个角度来去思考 而不是说一昧的就是说我们某些平台他都是有问题的或怎么样 因为说实话因为一定是柯文哲这个现象 他也确实吸引了我们年轻人 就是说年轻人有一些也许像这个就是说直白话 然后也觉得要有趣一点点 能通俗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反映了就是柯文哲现象 所以我觉得说反而各党应该是说你们去好好想想 到底柯文哲做了什么 他可以吸引到年轻人 柯文哲的现象是值得讨论的一点是说 我倒不觉得全然的年轻人都是因为他就是说 觉得他很新鲜什么的 因为现在他有这个像抖音的影片出来 背后是有点奇怪的 他有的这个发送的对象 或他的频率的部分是有一点不一样 但我们进广告回来 其实柯文哲还有一个问题 他在这个几个女人当中他要怎么选 我觉得他真的有点累 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大家都在关心就是民众党在这次的立院龙头会怎么样表现之外 其实我也觉得看不懂的就是什么 因为好像变化非常的大 为什么讲 因为他们要把这个蔡壁如找回来 蔡壁如找回来的理由是因为他这次选的也算不错 又是一个蓝白盒的表彰 而且又跟这个卢秀燕非常的熟 所以有人就讲说柯文哲就是想说 到时候来个2028可以来一个 就是另类的再一次的蓝白盒 可是马上就出现了非常多的耳语 因为就说这下他回来以后 那黄珊珊怎么样 然后黄珊珊怎么样以外呢 又出现了谢力公就在批评黄珊珊 然后对于黄珊珊之外呢 又有人说蔡壁如回来的话 陈志涵跟徐甫这对夫妻就刹了一蛋 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这个党是怎么回事啊 有这么的故事性吗 这个党其实不好意思 这个我觉得权谋来讲 或是政治权力来讲的话 斗争是难免的 那在内部来讲的话 这些其实包含刚刚创党 当然蔡壁如很大的贡献 那蔡壁如后来跟柯文哲 越走越远的情况下 蔡壁如现在在台中扎根 跟卢秀燕的关系 其实大家也知道 那伟啊没有找他 当然媒体人喜欢做这个文章 没有错啦 但是你想想看 谢力公也是前民众党秘书长啊 那对上现在黄珊珊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 呃柯文哲是想要把 蔡壁如找回来 我是觉得啦 民众党内部来讲的话 这种斗争 其实对柯文哲都是有利的 他可能要让他这样子斗争 因为他的统律术本来就是这样子 每一个任何的一个领导的统律署 基本上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个权利 这是基本的概念 那谢力公来讲的话 你看谢力公背景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谢力公他以前担任过移民署署长 他怎么从警大到做移民署署长 当时在国民党时代的时候 当时金普聪最后推一把才过去的 很多人质疑他的那个资历还不够的 那他如果金普聪 金普聪跟黄珊珊的关系 大家也知道什么关系嘛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子 一个乱的一个情形的话 我倒想问民进党怎么看 柯文哲他四年之后的影响力 或者是说有没有具有威胁 因为如果他都觉得说 我的年轻人多 我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自己从旁边看 我觉得柯文哲有点消风 那种消风我不知道会维持多久 他可能一直认为自己是很棒的 然后突然间发现 怎么不是这样 柯文哲应该会越来越急 因为他会发现接下来 所有媒体还是在立法院 就每天决战还在立法院 那柯文哲就 他家门口就没有人堵他了 那他可能讲的话就不好笑了 那只能靠柯妈妈或陈贝琦出来讲 那搞到那一天之后 他的声量一定会往下掉 那柯文哲又没有声量 他就会很紧张 那比如说像许甫跟陈志兰 看到柯文哲没声量会更紧张 只要一紧张一定会犯错 一定会犯错 因为你一紧张你就会做错决策 所以蔡壁如回到柯文哲身边 当他党主席办公室主任是最好的 就帮柯文哲把这事情守住 蔡壁如不要想要再去当什么其他的事情 你就好好的顾着柯文哲 当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可大可小 以后要约柯文哲的行程都要经过蔡壁如 柯文哲要找谁都要找蔡壁如 柯文哲要干嘛都扣过蔡壁如传话 这个位置才够大 虽然只是一个主任 可是你去做别的 什么要去党团 什么控制那八个立委 那八个立委不会理你嘛 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人家干嘛理你 可是你如果是主席办公室的主任 大家知道你跟柯文哲以前的关系 那当然就会信你 否则你在立法院里头当什么党团的什么 主任党团的什么很难啊 而且中央委民众党中央委员是二三四个吧 二三四个开会你只是其中之一啊 要表决你也是举一票而已 那种位置一点都不重要 那像你呢 你现在是这个政策会执行长 你可以很受重视 因为你是党跟那个立法院之间的连结嘛 所以现在所有立委 就是好像开会你都会会找你在 对那天柯总招要求我 以后党团开会我都要去 对啊 所以那立委在谈什么我会知道 但是但是我只是知道了 就是因为我的角色就是 我们会有党员反映到党去嘛 我们有党公子会反映到党去 就要叫政策会去拟一些政策嘛 那我们要跟行政部门沟通说 现在大家在在complain这件事情 行政部门的答案是什么 给到政策会我们要翻译 公部门给的文字通常民众看不懂 这很正常 我们要把他转移到民众听得懂了 这大概是我这一次主席交给我的 就是把话环为简 用比较简单的文字跟民众说明 感觉起来power有增加啊 power 对啊 没有啦是工作量增大 没有什么权利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当然他是一个小党 而且他也是比较以柯文哲个人魅力领导型 现在出发的 所以就是说他终究是要慢慢的去转向 就是更制度化更多人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历经这个阵痛性 因为我必须诚实说 民众党他的支持者可能更是以柯粉为主 甚至柯粉他的喜好柯文哲是大于喜好民众党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他未来还是要慢慢更制度性 朝向像大党一样的那个方向 就更多的角色出来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出来 看起来好像声音也多了 也不是坏事啦 我觉得他这样慢慢往制度方面 林老师 其实不管谁当立法院院长或是副院长 其实我们这一届立法院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各路人马其实进到立法院之后 这才是台湾真正的民主多元的表现 群龙无首大吉 所以民众党现在众生喧哗不是坏事 柯文哲也许在2026、2028会消风 但是其实两党都要注意的是 那一块草地已经你们荒溃了很久了 那个小丑要去抓 对对这个每个人都要去抓 每个政党都要去抓 但是就是用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亚晴看世界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